最近两年一度的精英奖再度传出消息 作为国内少数的电视剧奖项 精英奖跟白玉兰奖和飞天奖共称为电视剧三大奖 而精英奖最具标志性的标签就是每次都会选出一位 近两年内在电视剧行业有影响力且个人实力出色的女艺人 作为代言人成为当界的精英女神 虽然当过精英女神的就不再出现在之后的备选名单当中 但随着年轻艺人的不断涌现 精英女神的争夺依旧比较激烈 这一届剧网上透露有杨颖、杨子、李庆、谭松韵、古丽纳扎、关小彤、江书颖、李毅童和赵金麦等多位姐姐入围 如果按照咖位来讲 这里面自然是杨颖排在首位 其次是江书颖、杨子、古丽纳扎和关小彤 而后是谭松韵、李毅童和赵金麦等人 其实精英女神最激烈的时候就是对照着八五花轮番在电视剧上表现的时候 在八五花集体缺乏荣誉的时候 精英女神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一种认可 因此争夺的是相当激烈 为此杨幂、杨颖等人未能获选也在当时让不少粉丝感到遗憾 不过就如今来看 杨颖虽然入选了备选名单 但是获得精英女神的概率几乎为零 所以在这次备选人选的猜测中 大多数人也都是直接忽略了杨颖 不是因为杨颖没有流量、没有热度 实在是因为确实过了争夺这个的年纪 自家粉丝也都不是很上心 但对于杨子、古丽纳扎和关小彤来说 如今正是当打之年 虽然关小彤年纪正好 但成绩却还不如自己同兴时期 实在是有些高开低走的味道 当年怎么说也是90后扛齐的人物 现在却已经有了要掉到二线的味道了 所以在不少人看来 这一届精英女神 杨子算是最有可能的女艺人 说起来 杨子跟精英女神的位置已经失之交臂两次了 从跟迪丽热巴竞争女神位置到看着宋茜穿上礼服 在不少人看来 这次轮也应该轮到杨子了 再加上杨子前不久跟肖战眼的余生 请多指教也是在芒果台播出的 这次杨子在网上的投票率也非常的高 不过在最近却有人爆料 精英女神已经定下来了 似乎就是曾在庆余年中有出色表现的李庆 对于这个爆料 不少人感觉有些意外 又有些相信 毕竟精英女神并不是个奖项 不是说临时在纸上写个别的名字就能更改的 一件礼服是需要提前丈量尺寸的 所以提前敲定是很正常的 对于李庆当选这届的精英女神 不少人都抱有怀疑的态度 毕竟不管从跟芒果台的关系 还是这两年的影响力 似乎都轮不到李庆当选 不过这件事本身也比较难说 评审团根据什么指标来评选 其实并没有公开的标准 就算是一直说的未婚的才能入选的规则 其实也是网上口口相传的推测而已 不过对于这个爆料 李庆的粉丝却表现得非常冷静 毕竟经历过了娱乐圈的大风大浪 有时候先出来的消息并不一定是个好消息 反而容易成为被集火的对象 所以李庆的粉丝对于这个病都表现得很谨慎 直言李庆现在并不在湖南 言外之意是不想约